哈囉大家好,我是Rena 今天要帶大家來開箱的是在日月潭的教師會館 教師會館它的位置其實就在日月潭非常有名的韓碧樓的旁邊 那我們今天住的是教師會館裡面的韓西樓 韓碧樓的韓,韓碧樓的樓,但它是韓西樓 那我們今天入住的是1709號房 那這個7應該就是它的樓層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在7樓1709號房這個四人房 那我們進來看吧 今天終於沒有敲門了 好,首先進到裡面會看到是一個簡單的走廊 在這個進來的右側,右側它是他們的廁所 那因為其實我想就是教師會館這個名字 大家應該就不會覺得說它的廁所特別高級 那的確它就是一個,有可能看起來有點舊舊的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打掃上面來講的話應該還算乾淨 所以該有的也都有,包含這裡的一些沐浴設備 其實你不用自己準備,它這裡都會有 然後還有包含毛巾這些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淋浴空間 其實廁所相對於其他之前可能一些山莊來講的話 它的廁所其實是比較大的這個空間 可以看到它這個淋浴是獨立出來的 就是它有另外一個門,在做一個區隔 那只是說可能不會是一個非常輕的樣式 好,不然我們走到外面 再走到外面呢,在這個走廊的另一側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衣櫃 然後在這個衣櫃裡面,衣櫃有一點難開 好,我們就這樣簡單看就好 衣櫃裡面它其實是有宜架的 那是空的衣櫃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當天有一些衣服可能比較適合 或者說像一些大衣想要掉的話就可以放在這裡面 那在這裡的話呢,是它的一些基本的配備 它所配置的也蠻不錯的是天人名茶還有UCC咖啡喔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因為我們私人房 當然就有四瓶水四個杯子還可以燒水 然後全方機也有 那我想下面這應該是冰箱沒有錯 那我們來看看冰箱裡面有沒有東西吧 好,冰箱是空的 畢竟這個價位我們做的不是韓幣喔 我想這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這樣這裡做使用 那在這裡的話,走到這裡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梳妝台 然後可能放一些他們基本的一些簡介 然後再配置了一個液晶明末的電視 那在攝影師的話,還有旁邊這邊的話 其實它就是兩張沙發的一個配置 然後再看到攝影師的後方 它其實是就非常簡單的兩張雙人床 雙人床也不是一個什麼非常大的雙床 我覺得就是剛剛好的就是那種兩個人的位置 不會像那種比較高級的那種餐廳 你比較高級的那種飯店的話 它可能床就會是什麼king size之類的 那大家看到這裡的話其實還不錯 就是我們今天住的這個1709號房 它是一個面壺的景觀 那這裡可以看到其實在這個外面 它還有兩張椅子 就是今天比較不幸運的是天氣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這個景色可能看起來沒有那麼漂亮 那不然的話這裡其實你可以坐在外面 有兩張的木頭椅子 可以坐在這邊來欣賞日月潭的這個湖景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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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再 Shaun 然後 明天 沒有 認識